哈囉大家好我是敏高 今天要玩這個要塞化的虎虎 特性是用暢反掉 暢反掉的特性就是 本來提升能力的招式就會下降 那下降的能力就會提升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招式配一個破殼之後 本來是下降防禦跟特防 那因為暢反掉的特性就會提升 而且因為本身的耐久就非常好 所以我們提升能力之後 就會讓對手完全貫穿不了 輸出方面就是用劇毒跟警術 劇毒的話可以讓對手越扣越多血 然後警術的話 束縛的狀態在可以讓對手每回合扣1%的血 最後配一個睡覺 除了可以拉滿血之外 吃到對手異常的狀態 我們也可以靠睡覺來把異常狀態蓋掉 好那簡單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就趕快進入實戰吧 好來看這場的對手 對手有一隻聚前螃螂 還有那個喜多蘭恩 這兩隻沒辦法讓他們中毒 可能會有點麻煩 不過對手的兩隻偏向耐久的寶可夢 像是那個閃電鳥啊 還有那個月亮伊布 所以如果能讓他們吃到劇毒 會還蠻賺的喔 那這場就應該可以直接派胡胡吧 嗯好我們先選擇胡胡 再來的話就選一隻 就是自爆瓷怪好了 最後我們選一隻快龍 好那就是三隻幫 好那這邊對手先派出了洗衣機 然後我們是派出了虎虎 虎神 所以他如果先派洗衣機來抓我們的虎虎的話 應該是先手使用戲法喔 如果戲法我們的破殼戰術就沒辦法用了 嗯 嗯這樣子的話他戲法我們直接換上自爆瓷怪好了 那對手如果給我們講究眼鏡或者圍巾的話 都沒有差 都不影響 就看他丟哪一招 戲法嗎 伏特替換 欸 他這邊猜我們會做輪轉喔 嗯 好像還蠻強的喔 看他派哪一隻 這個是 喔 烈露莎 好啦那再直接換回虎虎 地震嗎 欸不是喔 丟隱形岩 好喔 嗯 嗯 所以他猜到我們會替換 好不管 先謹速綁住 好不要好了我們破殼 直接強化起來 反正他也打不痛我們 蛤 結果他這時候換 好吧 又換回洗衣機 哇完蛋完蛋了 給他看到我們的破殼 嗯 好啦不管啦 我們先破殼一次 因為燦反掉的特性 所以我們防禦跟特防會提高一擊 然後 本來提升攻擊跟特攻還有速度的都會降低 這樣子的話 他應該戲法吧 那趁他戲法我們直接劇毒 讓對手中了劇毒之後 我們就慢慢的跟他拖時間吧 反正對手的洗衣機也打不動我們 欸還是說他沒有戲法啊 如果他沒有學戲法這場很賺喔 水炮 還沒有擊中 哈哈 欸 欸 我們也沒有擊中 兩邊有來有往 好啦 再破殼一次 破殼絕對可以命中 好那對手再用水炮 這次有命中了 我們已經提升了特防一擊 完全不會痛 然後我們再破殼 這個是百分百可以放出來的 不會像劇毒一樣 不會有命中的問題 好我們現在特防跟防禦提升了兩擊了 然後對我們來說不重要的數值 大幅再降低 而且我們是帶吃剩的東西 那血量就可以慢慢的拉回來 喔所以他這隻洗衣機沒有戲法 沒有戲法的話應該是電磁波跟鬼火的喔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直接再破殼吧 變成藥塞化 好對手再用水炮 兩擊 特防了 嗯 剛好一半 完全打不通 然後我們再 再破殼一次 所以特防提升了三擊 那如果他換回那個料露莎的話 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這邊變得非常的坦 他沒辦法貫穿我們 看到我們的坦度 對手應該很傻眼喔 好啦可以劇毒了啦 劇毒一次 讓對手慢慢的扣血 沒有擊中齁 欸 幹嘛啦 這個狀況異常的激烈喔 兩邊互相miss 好啦那 再劇毒 水炮 嗯 可以了吧 有啦 放一個劇毒這麼的困難 呵呵呵 OK 對手中毒了之後 中劇毒了之後 他就會 越扣越多血量 接下來就是我們 噁心人的時間了 這邊先吃一個毒的傷害 好我們一樣 繼續強化吧 反正他緊速綁不了 還有福特提款 嗯 想了 再思考囉 要怎麼處理我們的 要塞化的呼呼 對手受不了了 選擇換人 換上 廖露莎嗎 欸不是欸 最後一隻 喔最後一隻是月亮一補 OK 我們再POKE一次 所以目前提升了防禦特防 4級了 4級 4級本身的耐久又非常的坦 然後 攻擊速度那些已經沒辦法再下降了 呵呵呵 已經是 最低等級的攻擊 好那就 我們把他劇毒掉吧 他如果是月亮一部 最怕吃這個劇毒 他血量會補不回來 對手再用哈欠 OK 嗯 哈欠 我們睡著也沒關係啊 反正已經 該疊加的 防禦跟特防已經疊得差不多了 這個讓月亮一部中毒 中劇毒非常的賺喔 再來我們就把他綁住吧 他如果不跑 那我們睡起來之後 就可以繼續用POKE來疊加防禦 喔他跑掉了 好吧 這樣子綁 喔 綁洛托姆 綁這隻沒有用 好啦 最癢的警速 攻擊下降6級了 完全不會痛 重點是可以持續 4到5回合的束縛狀態 那因為每回合也會有那個束縛的傷害 是扣血量的八分之一 然後他還會因為每回合劇毒扣血 所以這樣子疊加起來也是蠻痛的 好我們殷池睡著了 前面有吃到哈欠 那接下來就繼續POKE吧 蛤 他有學系法的喔 欸 那他為什麼不早點 不早點給我們圍巾 讓我們疊加起來之後等於無敵了耶 對手很給面子喔 我以為他是學鬼火喔 不然就是那個電磁波耶 好啦那這邊 睡著之後還中了圍巾 這個八分之一好痛喔 哈哈哈哈 OK 那反正第一回合會睡著 我們就隨便丟吧 睡覺的狀態我們丟招 圍巾不算是綁招 好的 使用福特T換 想要做輪轉 他要換誰 換那個 烈露莎嗎 如果是烈露莎的話 那可能有學劍舞吧 所以我們最後綁招再 綁一個劇毒好了 讓他三隻都中劇毒的狀態 喔 派月亮一步喔 嗯 好吧 吃剩的東西加 加祈願的話 補不回來劇毒吧 我們最後綁井樹就好了 不要讓這隻月亮一步跑 我們綁井樹 用欺詐 這個不會痛啊 一滴耶 醒過來了耶 醒得好快喔 那這樣子我們束縛 就可以綁到他了 而且因為束縛之後 他這隻月亮一步也沒辦法逃走了 他不像那個 奇蹟有福特T換 所以他沒辦法做輪轉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他玩到死了 這遊戲很好玩喔 我們繼續 喔只能丟井樹了 抱歉 呃 呵呵 想讓我們睡著喔 完全沒有用啊 好啦我們一直幫你抓癢 按摩師來了 還想要回血啊 回血的話應該有學祈願喔 看他配招哈欠騎詐 可能祈願跟守住吧 這個八分之一 哇超痛耶 超痛的八分之一 那就繼續緊速吧 好那這邊對手再用祈願 祈願就是下一回合 他的血就可以拉回二分之一 那我們再緊速 呃 不過如果要選束縛招的話 應該是選那個死殘爛打 死殘爛打比較好 雖然幽靈系沒辦法綁住 可是我們只要防禦特防疊加起來之後 用死殘爛打就可以攻擊到幽靈系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對手慢慢的消磨時間 好那這邊我們又睡著了 欸 在用祈願 他連守住都不想按了 看到我們睡著的狀態 直接祈願連打 好那這邊對手 很努力的在回血了 看到他很 很想要撐住的樣子 這個劇毒 越來越痛喔 嗯 直接過半血 而且還有緊速 八分之一 嗯 所以他下一回合就會死了 喔對手很積極在回血喔 欸我們醒來了欸 好一樣幫對手抓癢一下 一滴 讓他扣了一滴血 他扣吃剩的東西 會死了吧 這個很痛喔 咻 呵呵 再緊速 結束 我們換掉一隻月亮一步了 OK 血量剛剛好 好啦那感謝對手 喔 他還沒有結束啦 呵呵呵 他還有兩隻寶可夢 喔 洗衣機 好 一樣就只能丟這個錦樹 那最後料露莎的話 反正我們已經強化起來了 用錦樹跟他拖時間 喔對手選擇投降 好啦那感謝對手指教啦 這場的話對手 先發應該是那隻巨找怪吧 那我們一樣先選擇 虎虎好了 如果是抓到巨找怪 很賺喔 只要能 緊速不要讓他逃走 就可以一直無腦的強化 再來對手這個陣容 我覺得 再選一隻百變怪好了 嗯 可以複製他想要強化的九尾 或者 拉蒂亞斯 這兩隻都有可能 最後一隻的話 我們再選 折肥大 不不 快龍 好最後一隻就選快龍吧 好那這邊對手先派 OK 果然是巨找怪 哈哈 那這樣子 算是有抓到喔 嗯 我們就直接強化吧 留一個破殼 先提升防禦擊 欸 結果對手直接替換 嗯 還好沒有錦樹 沒有綁他 喔對手換那個九尾 九尾還行啊 我們只要強化起來之後 他應該也關不穿 嗯 雖然會有天氣加成 2.25倍 看起來蠻危險的 好我們先破殼一次 一樣提升防禦跟特防一擊 除非他有學鬼技 那鬼技的話也不用擔心 我們有選百變怪 不怕對手強化 所以我們就 一樣破殼吧 繼續疊加那個特防 喔對手用鬼火 欸為什麼鬼火 呵呵呵 拆我們輪轉嗎 呃 好 沒關係 我們一樣 繼續疊加能力 我們就是強化 戰場 就是不替換 怎麼樣 呵呵呵 這邊吃了鬼火之後 也不影響 反正我們有學睡覺 那最後血量太少的話 我們睡覺起來 這個鬼火也沒了 好那這邊破殼劇毒 嗯 好啦再破殼好了 喔大隻寶 2.25倍 這個很痛喔 欸 哈哈 完全不會痛 已經 特防兩級了 現在三級 對手看到這個傷害的話 應該很傻眼喔 再來就劇毒吧 讓他的 九尾中毒 喔結果他替換 換哪一隻啊 這個是 欸 劇早怪喔 OK喔 劇早怪 劇早怪 吃一個劇毒 還蠻賺的 呵呵 通常是帶文幼果啦 然後 應該會學哈欠 因為我們現在有鬼火的狀態在 嗯 不是 灼燒的狀態在 所以他 哈欠也沒辦法對我們有效 呵呵 這樣子的話 好像還不錯欸 那因為 這邊的劇早怪不能學 第八世代的 快速折返 所以我們這邊就 緊速 把他綁住 只要能綁住之後 我們就可以強化到最高級 好 我們先緊速 不能逃走囉 對手用哪一招 啊 他有吼叫 哇 尷尬 好啦 這邊百變怪被拖出來了 哇 我們都疊了那麼久了 這邊複製了他的 巨早怪 嗯 超尷尬的欸 好 那 看他的招式 地震 雪崩 吼叫隱形煙 好那我們先灑個隱形煙 圍巾速度比較快 先送他一個隱形煙 對手也點用隱形煙 OK 兩邊也是有來有往的 跟上一局一樣 戰況異常激烈 這邊大家 中毒越來越痛囉 再不換會有風險喔 好接下來我們綁招 直接 再換上虎虎吧 嗯 我們替換了 反正他的地震應該也打不通我們吧 如果他是起點型的話 嗯地震 好 嗯 嗯 加鬼火 應該還可以再撐住一下 嗯 所以我們再睡覺回血就可以了 喔這個過半血囉 喔對手是戴文幽果 OK 所以再兩次 再兩次劇毒他就會死 我們這邊 再把血扣回來 應該可以撐住 我們直接睡覺 睡覺來回血 把順便把那個鬼火的狀態蓋掉 地震頂住 3滴 強大的耐久啊 好我們睡覺 不好意思啊 瞬間血又是滿的 睡覺的話我們就會 固定睡滿兩個回合 那對手 再吃兩次劇毒吧 還是一次 不管他 他有吼叫把我們吹掉 可是他會吃劇毒 所以我們就直接破殼 好對手選擇換人 受不了了齁 這個劇毒超痛的啦 那這邊對手 再換上久威 OK 久威出來踩那個隱形眼 超級痛 嗯 再開日照回來 如果他不是強化型的話 那應該受不掉我們的虎虎 所以這邊應該也不用擔心吧 就直接綁他的久威好了 好 他要用哪一招 欸 他是強化型的 好喔 鬼技 提升 大幅提升特攻兩級 那我們一樣 繼續睡 那 欸犯錯 好啦已經睡滿兩個回合了 我們先劇毒吧 這回合會醒 對手這樣鬼技OK 有百變怪 他四級的特攻可以複製 大幅提升特攻兩級 而且我們睡醒了 鬼 不不不 劇毒有命中喔 呵呵 上一場那個90的劇毒一直不會命中 這次我們的狐神生氣啊 然後對手特攻提升了四級 睡覺應該撐得住吧 擺脫了 大自爆 喔這很痛喔 撐住 哇 九滴 哈哈哈哈 這耐久也太強大了啦 我們強化被吹掉了說 還可以完全撐住一下欸 這樣子 很賺喔 讓對手再吃一次劇毒的狀態 嗯 OK 會越來越痛 對手看到我們睡覺 因為我們必定睡兩個回合 所以他應該會再強化 再強化 我們直接換上百變怪 直接複製他的 特攻四級的 那個酒尾 OK 抓他想要強化的時間 我們的百變怪就可以 無傷上場了 不過先採一個隱形眼 OK 變身 變成他的 超漂亮的異色酒尾 白色的 然後 喔對手直接攻擊喔 好吧 他想要P秒殺我們 日光速 因為有日照在 所以可以直接發動 完全不會痛 OK 再吃劇毒吧你 嗯 那這個血量我們 一發就可以帶掉 大自暴有 2.25倍的加成 那日光速應該就可以了吧 因為日光速對手還有那個劇早怪 好我們速度比較快 因為我們是圍巾 直接把他秒掉 特攻四級的酒尾 這個是秒殺級喔 咚 OK 先收掉一隻 不過對手看到百變怪 為什麼他敢強化啊 欸對啊為什麼他敢強化啊 他都看到百變怪了 他前面不是吹 吹出來了 好像有點奇怪喔 喔 貓又斬 喔我懂了啦 嗯 他想要劇毒然後電光一閃 所以他根本就不怕強化啊 守住對 他應該是帶那個劇毒寶珠 嗯 日光速擋掉 對沒錯 那個中毒機身 他的攻擊力提升了1.5倍 接下來電光一閃 我們百變怪撐不住 所以直接電光一閃的話 我們再換上糊糊 睡覺的糊糊 好痛的隱形眼喔 嗯 電光一閃 不會痛 有抗性 接下來 嗯 他自己中那個劇毒 所以我們 看能不能拖時間吧 讓他一直吃這個劇毒的效果 那 我們這邊睡覺會睡兩個回合 所以看能不能成主吧 我們先隨便點 對 晉升戰 這個超痛喔 欸 其實還好 OK 那就 嗯 可以再撐一次 然後 對手晉升戰連打就死了欸 這個血量 嗯 支撐的東西也補不回來 好啦至少能撐住對手 再一發的晉升戰 這樣的話 這回合還是睡 那我們就隨便點吧 不可能醒了 再撐住一下 有啦 哈哈 果然是強大的耐久啊 這邊我們只要能撐住 就可以讓他 因為劇毒 再持續掉血 那我們這邊 應該就可以犧牲虎虎了 送掉之後再靠 百變怪山來複製這隻貓幼斬 那應該就贏了吧 他只剩下兩個選擇 要嘛直接攻擊 要嘛換上巨藻怪 如果直接攻擊的話 那犧牲虎虎應該沒差 不然就是他會替換巨藻怪 我們直接抓他 換上肥大 嗯 好我們換快龍好了 換嗎 啊他沒有換 沒有換 打晉升戰 撐不住吧 才跟隱形炎 喔硬撐 超痛的 啊 好啦 應該沒差啦 對手還有劇毒 所以 嗯 百變怪上來複製 然後 電光一閃就可以收掉 OK 那結局是不會變的 我們就換上百變怪吧 上把百變怪 一樣複製他的那個 貓又沾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劇毒 所以攻擊提升1.5倍的效果 就沒有 可是 電光一閃 一定可以收掉 而且因為我們是講究圍巾 所以電光一閃會比 對手還要快 結果對手選擇換人 OK 換上那個 已經殘血的巨藻怪 想要擋我們的電光一閃 嗯 呦 嗯 吃個劇毒吧 再一發電光一閃就可以收掉了 好 一樣電光一閃連打 那他這邊應該選擇犧牲了吧 好他沒有換 再吃一發電光一閃收掉 剩下那隻貓又斬 嗯 貓又斬的話 耐久很低 所以再一發電光一閃就可以收了 喔 而且還有點心煙 哈哈 那對手完全扛不住 直接電光一閃 來吧 咚 OK 好啦 那就感謝對手指教啦